做出來之後那上面的名稱我想就 大概照我剛剛講的規則 另外那個程式部分的修改部分呢也大同小異 主要就是幾個地方變更 這邊本來是只有到2 012然後後面增加幾個宣告 那連結的話也是一樣 後面增加了所以你可以用複製貼上不過特別注意 之前同學做錯的都是複製貼的時候前面改後面沒改 或者後面改的前面沒改反正就是少改 再不然就是怎麼樣 本來有13個按鈕他可能少做了幾個 所以他最後按一下覺得奇怪就跳掉了因為沒有 在做check的動作 那最後的話呢這個世界也是一樣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其實都一樣 是一直到我的做法是到9 那10的話是米 11的話是緊 那這邊多一個 這個可以把DBS掉 多一個 然後clear的話呢是 就是清除裡面的資料 清除裡面資料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把它還原成電話號碼碼號就好 所以這樣的話呢把它save 最後的話呢 執行 這邊按右鍵 執行為 Android 那就會執行到模擬器裡面去了 那執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順便講一下 剛剛同學有一些狀況這樣 這個可能不小心關掉 然後這個 也不小心關掉 這個也通通 可能亂掉了 有沒有畫面位置都亂掉 教過一個方法非常簡單 非常的實用 因為以後你的 畫面亂掉 經常同學在問 你只要記得一個位置 視窗裡面也要重設事情 這個功能非常的重要 以後的話呢如果你的畫面亂掉 你不用再重新再 再怎麼樣再重新下載 重新再還原 不需要 你就按下 重設事情 無論你的畫面怎麼亂掉都沒關係 他會還原到你最初的畫面 重設一下 他會自動幫你排列 該出來都出來了 該出來都出來了 OK OK 那這個位置 這怎麼多了這個 如果不OK的話 你就把他再重關一次 再重新再讓他跑一下 他就會OK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就是重設事情就可以 重設一下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check一下 執行出來的結果 123 456 這個應該都OK 然後 這個是 最後的話呢清楚 就還原 OK 大概是這樣 012 你就按按看啦 反正這個按鈕 如果按下去沒有問題的話 OK 清除 就整個清除掉 但是 這邊 之前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老師 那個 這個清除 比如說我們今天按 012 比如說按下去好了 那我今天清除 不希望有的時候 按清除 其實他不是整個清除掉 他只是清除什麼 最後一個吧 不然你整個清除你要重打電話 又要再重打一次很浪費時間 你可能只有最後那個字打錯 那你要全部 重打 實在是 不方便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清除 按下清除 不是整個清除 而是 清除最後一個字 就好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 怎麼寫 這個可能會牽涉到用一個 一個一個切字串的 一個一個 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叫做subscreen 一個叫subscreen的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就是說 他可以取得頭跟尾 你開頭是哪一個字 尾巴是哪一個字 那尾巴那個字我們可以把原來的 總長度 字串的總長度 再剪掉一個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 他清除就不會全部清除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第一階段先完成 把它做修改 我們可以把它改多按鈕了 OK 多按鈕之後的話 這將來你可以把它改寫成 比如說 人家登錄的時候 請他輸入按鈕的時候 請他用 用按的也可以 因為 手機 智能手機一定是touch的 你可以直接讓他可以用touch 方式輸入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大家試 吃看一下 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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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